曹云金在离婚之后,又传出新恋情,就在近日,有网友拍到曹云金和神秘女子一起吃火锅,在吃完火锅离开之后,动作十分亲密,在离婚之后,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女子约会了,就在之前就被网友拍到曹云金新的恋情,这次的恋情爆出之后,也是受到了很多的网友的关注。 之前,曹云金在唐玉怀孕期间,就有网友拍到曹云金和女子接触亲密,疑似出轨的消息,可是这件事情很快就没有了下文,最后也是不了了之,就在2019年的时候,他宣布和唐玉离婚,就因为离婚事件,也让他跟多观众朋友,看清楚了曹云金的真面目,有很多的网友对他进行了指责,曹云金的名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就在之前大闹郭德纲的生日宴会,背叛师们, 之后又背上抛弃妻子渣男的称号,但是在事业上,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,就像离开德云社之后哦,他在自己的事业上有很好的发展,出演影视作品,登上春晚的舞台,参加各种综艺节目,让他在娱乐圈中有了很高的名气。 离开德云社的这么多年,曹云金确实有很不错的发展,他经常在社交平台上,分享自己的一些自拍,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豪宅和豪车,就像岳云鹏虽然名气非常的红,可是,并没有曹云金这么好的收入,师傅都是郭德纲,但是,他们的道路却不同,岳云鹏有一个感恩的心。 可是,曹云金有着自己的野心,在自己的事业有了好的发展之后,曹云金一直都非常的高调,他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,在近两年的时间中,他的名气也出现了下滑,也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,能够认清自己的缺点,不要让金钱迷失了自己的双眼。